位于云顶高原的蔡云阁公寓 向来冲坐度假屋的形式 出租给游客 然而因为年久失修 蔡云阁外墙严重拖漆 长满了青苔 四周布满垃圾和废制家具 外观暗淡吓人 和四周的公寓和酒店形成了强烈对比 昔日的家园落得如丝田地 甚至被网名戏称为鬼域 让业主深感不愤 趁今天管理层召开代表大会时 要求对话和投票更换管理层 开会前双方一言不合 管理层代表律师更撂下狠话 挑衅对方来打他 场面虎报 你拖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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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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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云阁业主控诉 公寓自2013年更换管理层之后 遗落千丈 管理层在没有通知业主的情况下 擅自通过了多项一决 包括擅自将公寓的停车场 隔开房间 出租给外劳 卫生情况糟糕 让彩云阁俨然成了外劳村 这个新的管理层大概成立了三年 然后他们就把整个 ember court改为一个外劳中心 提供那些单位给那些 在营顶工作的外劳 然后他就很多卫生问题 然后他们还有 这些超市 还有买活的鸡 那些员工就把它拿回去 他们各的单位里面去杀 所以这种很多卫生的问题 业主也指责 采云阁公寓没有安装安全的防火系统 就连逃生梯的栏杆也不知所踪 电梯无法使用 严重危及居民的性命安全 公寓疏于管理 却征收不合理的费用 业主要求管理层马上公开账目和资金去向 NDP7综合报道